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T1对阵YS的第三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云南是必须四抓吧 也不是说一定必须四抓吧 因为他不四抓队友就要四跑 那当然他四抓的一个可能性高 而且这个记录员掏出来 刚才可能很多观众觉得这个记录员我分析的有点问题 为什么是记录员呢 因为云南手里面有SE的记录员 他的记录员的熟练度高 在这样的地图之间四抓过MRC 其次就是记录员这个角色 他本身打这种偏脆点的阵容啊 你要么不让他抓到机会 不让他抓到机会 穷者全程压着记录员打 最终四人开门战多跑 当然可以 但是一旦抓到机会了 这个阵容其实很脆弱的 他想要靠打架打回来 有可能直接把自己拉崩的 所以这个局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啊 记录员真有机会 云南 我也不能说就下判断嘛 我得我得看他上 哎呦我这波窗没抢到 这波窗抢到第一刀打到 然后被闪现带走 机会就来了呀 第一刀看一下这边有飞轮的 飞轮双弹 哎打到了 我这一刀的话 感觉花花应该是对于这个刀器的一个判断 他觉得打不到 所以飞轮都没有交 啊闪现 骗飞轮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这边板子你下不下 给你上记录 记录顶上 好 这边 看看看看看看看 这个飞轮 这个飞轮怎么交 1分39秒的击倒 人挂哨 密码机不够啊 这个局求生者要注意啊 因为求生者其实跑一个也行的 他们不一定要说真的去争一个圣 所以说这波我觉得看情况吧 压死就一波也行 不过就记录员的人好像难度也不特别大 大幅摇过怀表过来 看一下吧 我觉得这波甚至有可能扛刀啊 因为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我也有犹豫啊 因为现在什么呢 现在记录员的闪现没交出来 记录员闪现交出来 这波肯定扛刀了 不能打个震慑吧 一花一花一花 你怀表也不要救人 花老师你摇个怀表呀 我有点慌啊 万一一个震慑真死杀了 这波的话等于说是无伤救人 无伤救人以后待会大幅可能还会再来救一波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记录员手里面的闪现没有交 看探员讲道理呢 他的一个26可能性就很低 然后再加上这边因为记录员可以封外面的密码机 你密码机是肯定不够的 私人开门战是打不出来的 有没有必要救呢 我觉得他们会救 但是可不可以不救呢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 死皮来连打也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说不救 现在是不是三个人都是满状态 记录员要再击倒下一个人 其实花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多 万一这边过程当中打到一些机会什么的 你不救他就没机会 你救了 他可能有 还要救 还要两个人来救 就是要保证看探员 我们 打的就是 拼 哈XK 飞轮交掉了 哈XK 卧槽 侧边刀器 那这波救人就很亏啊 虽然说穷者没有吃到任何的伤害 但是他们花了两个人的人力 想要来帮忙扛一刀 结果连闪现都没有逼出来 兄弟们 来把我的号角拿出来 把我的号角拿出来 反击的号角已经吹响 但准备一波 但凡行程击倒 但凡行程击倒 要知道 经常看我解说的观众应该知道 三人残局 密码机不够 如果说能够行程击倒 做一个手蚁节奏 就是一个慢性死亡 来把我的号角拿出来啊 这把反击的号角已经吹响 大副的话这边先逼一波 因为这里大副的怀表 即便是为了开门战着想 他也可以逼一波 把你东西先耗完 现在局面上面来讲呢 渔南的一个迎面 已经高于穷者的一个保平面了 但是能不能四抓 其实还不确定 点在于哪里 点在于这波 他多久能完成这个击倒 多久能完成这个击倒 就渔南现在的话 他这边如果说投铁去追 这个大副外面两台机子 可能都给你抢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 穷者还是有机会的 他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干扰到密码机 又完成击倒 那四抓就有了 消耗 虽然说没有能形成击倒 没有能打出伤害 但是消耗的东西并不少 大副的怀表已经耗尽 这边的病患钩子 看上去密码机差的不多 但是记录员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多的密码机 比如说30%够不够 他压住就够了 他压住就够了 这里的话大副选择翻箱子 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这边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急的 你这个记录员的一个追击能力就这么多 对不对 你要想记到我们这边的队友 就花的时间蛮多的 我先确保自己手里面有道具 先确保自己手里面有道具 有一定的保命能力 这里的话 云南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追了一温病患以后发现 这不是我刚才把那个道具耗尽的大副吗 这大副还敢修机子 你胆子挺大 你是个白板 没想到看到箱子开了 心里想 不好意思 他居然把箱子翻了 那手里面是个啥呢 你猜猜我手里是个啥 这边的话跳流箱水要不要浇 我觉得可以浇 这大副还是蛮脆的 跳流箱水浇了吧 对 就拖时间就好了 时间拖够了 时间拖够了 已经只剩下一台了 而且呢 这台的话是两边的遗产 两边的遗产 对于穷者来讲 机子修完的可能性 已经很高了 那就要看三人开门战了 因为即便是真打出三人开门战 也不一定说能跑一个 这把剩下的时间 其实对于两边来讲 比拼的是耐心 比拼的是耐心 就是这个时候怕就怕什么呢 怕绷不住了 监管者怕绷不住 追一个人追上头 其实对于于南来讲 现在不能很着急的 他还是得两边拉扯 拉扯拉扯拉扯 先把道具耗尽 因为他现在形成击倒 密码机差不多就好了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 先耗尽 对把拔银盒也踩了 踩完 对不着急的 甚至有些板子能踹都踹掉 机子压好了 两边都压好 三人开门战 穷人者这把的残局打得很漂亮 但是于南这边也不妨多让 焦闪现完成击倒的话 好像有三没有四 并换交勾 全部耗尽了 全部耗尽了 但是中间已经大概是 看来原挂飞得有个四分钟了 四五分钟了 真的刀就起不了 这边并换给武女门封住 好的 看一下有没有抽刀的可能性 闪现刀 闪现刀不好 闪现刀两边点门了 闪现刀就不太好打了 闪现刀两边点门的 他这个闪现交了能三不能四 那这样的话是追大副 然后反手去封 反手去封武女 武女那边的门应该还能被封一轮 武女那边的门应该还能被封一轮 沈月封上 好 但是你即便封上了 你也管不住 就他只能稍微的压制一下 这个三抓对于于南来讲不够 我觉得这刀闪现还是交的 有一点点 没有忍住 这个闪现是不能交的 这个闪现交了真的没办法了 是不是 这局我感觉我分析的好专业啊 头头是道 从头到尾 好像万无一失 是不是啊兄弟们 这波分析分析的到位吧 这波门开 开是时间上的问题 就这边一花不动 我站这边不动 甚至这边挽留结束 大副有没有可能跳个地窖啊 冲门 也可以啊 冲门也行 跳地窖了 跳地窖了 平了 哇 平了的话 那必须四跑了 还是T1的求生者 相对来讲更胜一筹啊 他们更有耐心 然后更稳得住 号角呢 什么号角 没有号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